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不考虑你的感受 这些年了 什么事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我做哪件事不是为了你呀 我想咋样就咋样 我想有个温馨舒适的家 可以吗 十七年了 我连一间自己的卧室都没有 永远在搬家 永远在拽造 永远自己洗衣服 自己做饭 自己上学 你觉得我过得幸福吗 你想问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用着一个发微信都卡得破手机 顶着一个到处被别人嘲笑的老头男生名字 还有一个十七年 对我不管不顾消失不见的爸 和一个一年开一次家长货 就能让我成为笑柄的妈 李青童 我有的是不是太多太奢侈了 你觉得养活很难似的 我觉得被你养活更难 你每天过得不好 我不会可好了 搬家 转学 我还不都是为了让你上更好的学校 我成天被客户怼 被老板主管骂 我大晚上完不成任务 我出去拼酒 我跟别人借衣服 我是为了让你有个体面的家长会 我不难我过得可好了 你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有 就这些年 我有一天过过我想要的日子吗 李金波 现在成我祸害你了是吧 我到底犯什么错了 我不过就是想要一个 不那么颠沛流利的童年 一个会照顾人的妈 和一个不会逃跑的爸 我不配吗 我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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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我从生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不配有什么狗屁安稳生活 行吗 李青彤 不是你不配 是我不配 我压根就不配被你生下来 除了可以选择的话 我宁愿你别把我生下 省得咱俩都过得这么辛苦 好 好 有处理 qu sono 二 א�road 男嘉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